传统饮料对比蜜汁饮料 看哪种更带黄鳝 这是我花800块钱包下的30亩 三角形的一个虾糖 我总共下了20个笼子 看今天了 四块四算 走 这么多龙虾爬上来了 第一笼的话 我觉得是龙虾进太多了 黄鳝都怕进去 龙虾爬上来了 哇 呃 呀 狗子门啊 超满的 都塞不下了 两斤啊 狗子门 大家看啊 你羊龙的话形成鲜米的对比 龙虾进量多的话 黄鳝就怕进去 黄鳝多 龙虾也怕进去 就看谁占你地盘了 够了啊 咱们继续往前面走 这边 第三网了哈 狗子门 哇塞 八条塞都是 咱们三网啊 就已经回本了150块钱了 咱们继续往前面走啊 我现在啊 赶紧去车上拿个框 我感觉我手上也已经秋虾了 走 咱们来看第四网 看你的草的话是最逆急的 看这网的话 这网的话 这网的话 哇 哇 哇 狗子门 一龙 大大小小的 咱们这网的话就回本100块 四网的话回本250啊 狗子门 第五网了 我是下了这个角落的 咱们来看看 角落出不出货 这是龙香吗 嘿 嘿 哦 no 哎呦 瞧 有两条 这两条的话回本 三条 三十块钱 哇 大条子半清 下面哈 第六网 来 嘿 哎呦 这两条 三条 咱们来看一下第七网 啊 只有一条 这种情况龙虾进太多了 往上哪不敢进去 继续走 看一下第九网 这是一点都没有水槽光秃秃的 哦 no 果然全是龙虾 传统人亮 最会网 嘿 哦 no 又是龙虾 现在咱们去看一下对岸 密自尔尿 看看有多少 没有水槽的地方的话 就只有龙虾 咱们来看看传统耳尿 有水槽的这边有多少 这样子二斤三两 总共黄鳝收获的话 五斤五两 把这些龙虾给它倒进去 咱们只要黄鳝 好 好 现在去搜密自尔尿尿那边 现在我们来看密自尿尿这边的第一网 密自尿尿尿这边只有两网 有水槽 其他都是光秃秃的 好 看看这网呢 嘿 哦 密自尿尿 密自尿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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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尿� 哎呀 又是龙虾站的地盘了呀 公司们 看一下第四号会不会逆袭 找了几条 好赞 这边没有水草都能带到这么多货 那前面是不是会有更多惊喜呀 走 30块钱哈 哇哇 不错 这个30块钱又会不会 嘿 嘿 一歪 哎呀 嘿 二十块 嘿 二十块 皮包网 嘿 嘿 哦龙虾啊 密自然料的第九网 我是下代三角形的一个对角这里的 看看 走 哎呦 天呐 我怎么 大腰腿 这绝对是惊喜的惊喜啊 我就说嘛 金角营片的话 绝对是好位置 我没有想到这么多货啊 这么多货还验证着吧 让我们赶紧看一下哈 密自然料的第十网 最后一网 咱们收网啊 就到处来看看两座饵料的一个收获 对比 嘿 哦 哦 好吗 有关系的 咱们现在来看密自然料的收获 哦哦 正夹 大不大 半斤往上走的 刚刚已经除掉皮了 去皮了 四斤半吧 四斤半 很大一条 哎呀 对 都是大条子啊 这种 我摸个还不大 哎对啊 都是大条子 哎呀 这次传统饵料的重量获胜了 但是啊 这个位置我是随机选择的 我不知道密自然料这边啊 没有水场 这无形当中啊 给密自然料的测试啊 增加了难度 这次的一个测试啊 不是具有公平性 咱们下次啊 选一个 所以呢 咱们下次啊 为了公平的测试出 两种饵料的效果 咱们啊 下次的位置 一定会选择 同样的环境啊 交叉去测试